國中會考應該不會受到這影響 第二個當然這個 這次疫情當然是厭倦 不過大概慢慢的 好像有一個源頭的跡象 好像可以看得出來 但它就要再進一步的調查 我們之所以這樣講 就是在蘆州的病例 然後跟宜蘭的病例 還有跟整個諾芙特的 這樣的一個病例 他們的基因病序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現在可以看它 基因病序是完全一樣 當然是有可能有這樣的關聯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連接到 人的接觸的情況 但是病毒的基因病序是完全相同 然後另外在蘆州的病例 跟我們在萬華區的病例 是有人跟人的接觸 所以這有可能都是同一串 這樣子往下延 當然還有兩個 當然是基因必須的相同 怎麼樣去找到這個人跟人的基礎 這樣能夠連接 比較能夠確定 另外在蘆州的案例 跟萬華區的案例 事實上是有人跟人的連接 那樣的傳染應該是比較清楚 所以它有可能是一整個 這樣子的傳播了下來的 但還沒有傳到封城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現在是說要升到第三期 但目前的可能性稍微降了一點 另外他們幾個 這裡面大概是有一個的 一個連接性 所以這雖然是看起來只有幾個區域 但是可能是相同的來源 當然這需要再進一步的調查 只是在現在積極的這樣去做基因定序 然後積極的再去做很多的疫調 那有看到人跟人的連接 那有看到基因定序的相同 會想請問一下藍營有再度呼籲說 國內有普篩的需求 這個有什麼感想 我想這有擴大篩檢的需求 但是普篩 那是把我們的這所謂的檢驗 我們現在需要你在防堵的時候 那相關的疫調 我們的篩檢都要非常快速的進行 這個防堵就主要就是跟這個傳播 再比速度 大家都知道有一層一層的往下穿 那當然也有它一個潛伏性 更可減染性 那只要我們的疫調跟篩檢 一層一層的做得比較快 那當然盡情就會往下縮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在做沒有一個明確目的的一個普篩 那恐怕對醫療量能的損害 讓我們的疫調跟篩檢變慢 讓防堵的能力變弱 恐怕不是一件好事情 真的很難以防止 有任何保測 你自己可以測試 你自己能做得到很好 然後尋出 那我記得 我自己在做的 iği 我自己精靠